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Tierre的女表耶 沒錯 好漂亮 這個東西就是我 相賺 姑姑 我姑姑非常疼我們 就是我還有兩個哥哥 就是他很疼我們這些子子們 哇 這麼好 然後這個是他當初就說 要留下來給我另外一半的 真的啊 姑姑好福星 對 姑姑當初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然後你跟姑姑為什麼特別親 我姑姑其實她沒有結婚 沒有生小孩 然後她在紐約生活了大概三四十年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我爸媽離婚嘛 但是我姑姑跟我媽媽一直保持很好的關係 就是姑嫂關係 然後所以我媽小時候很常把我 送到紐約去 就因為我姑姑一個人 所以她就很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 因為我知道接下來呢 這兩件寶物也是跟姑姑有關 但今天這個名表 我想先讓請老闆幫我們來鑑定真偽 你知道有時候看到卡蒂爾的時候 請老闆都會 這支手錶赫赫有名 在鐘表界而言 這支手錶排行榜應該都是前十二名 先從他的Story講 好 這個卡蒂爾的創辦人 叫做Louis卡蒂爾 他是一個非常心細的一個鐘表大師 當他創立卡蒂爾以後呢 他就設計了幾種錶款 就很風行 在歐洲皇室 就是算是一個很知名的一個製錶師 他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亞伯特山都市 這個人也很特殊 這個人叫不怕死 就是說他聽說美國人 有發明了飛機 所以他就去學開飛機 結果他掉下來好幾次都沒死 真的不怕 這個是一個很傳奇的事情 後來他有一次說 他想要飛越印吉利海峽 他就準備好了 那他這個好朋友就是 Louis卡蒂爾 就說那我幫你做一次錶 那這個山都市說 因為那個時候的錶都是懷錶 拿出來看幾點 他說你可不可以幫我做一個錶 放他手上 像我開飛機 我開飛機 我就要看我就知道了嘛 對 就不用拿了嘛 所以他是第一支 萬錶 OK 全世界 山都市是世界上第一支萬錶 也是世界上第一支飛行錶 怎麼說呢 因為山都市它現在的這個是自動錶 自動錶第一支就是不用上限 所以以前如果要飛越大西洋的話 那你在開飛機 你還要轉 不可能嘛 所以說 當時這個錶算是在鐘錶界是非常轟動的 不過山都市 卡蒂爾山都市 跟所有的牌子的名錶是一樣 假貨衝刺 對啊 真的 像你這個錶 你看你連個錶扣都沒有 我剛剛也在看怎麼戴 我剛剛也很認真在講 錶扣咧 去哪裡了 掉了 在盒子的裡面 還在就好 那就好 是不是 我以為是說 做假錶的還沒有玩過 被買走打折買 只要買一個 那這支錶它也有防水 是一個非常 我想非常精密的一個錶款 是 那這個錶 我覺得是男生 女生都可以戴 比較中性 比較中性 像你戴的話 可能就是 換個錶在顏色 這個錶買很貴喔 這個錶的標價 應該是在百萬 咕咕之粗粗 真的很大風耶 但是假錶的話 大概是大概是七千塊 天堂與地獄的差別 是 那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咱們來評估一下 先來評估一下 再教我們看 來 請 請見價 那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 折舊 首先是折舊 但是另外就是說 你這個錶是沒有錶扣的 其實錶扣是沒有在賣的 錶扣 你要單獨去賣 錶扣是沒有的 你可能要找一個 可能你要拆 拆解的那種舊錶 那樣的話 恐怕也要十萬 所以你這支手錶呢 一定要把那個錶扣找到 但是這錶確實是很漂亮 旁邊還有一個鑽 可鑽石 它那個轉的地方 這是卡地亞的一個 非常重點的重點 是 不是藍寶石 紅寶石 就是鑽石 這三種寶石 我們來看它最精緻的部分 好不好 一樣 我們來上這個 它的價值在哪裡 你看折舊以後還有四十五 而且它的錶況維持也還不錯 對 維持還不錯 真的沒什麼帶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是 這個錶還有一個 讓人很驚訝的特點 來 看一下好不好 可能是真的都不知道 來來來 怎麼看 你看 這是鑽石的排列 哇 排得這麼整齊 這個距離完全是一樣 這個是用什麼呢 現在這個是用二十倍放大鏡 戴在眼睛上香的 哇 這個應該廖老師應該 比較明白 這種是非常難得 所以它這一次原香的 轉圈轉轉 都是原香 這個是難得 所以這支手錶 如果是新錶 當時應該是在百萬 所以我很好奇 姑姑怎麼可以 姑姑你說一個人資深海外 在紐約 她做什麼工作 怎麼這麼 收入這麼好 對 我非常非常的 太想認識姑姑了 對 太以她為驕傲了 她 其實她過世了 她生前 對 她在紐約工作了四十幾年 她是服裝設計師 對 然後她常常 因為她幫一個很大的牌子 她其實從以前就是當 什麼Donna Karen 然後還幫 柯林頓的第一夫人做Couture 然後到最後是在Zach Parson 其實這些東西 也是我到當地的時候 因為我常去那邊找她念 我去念書要找她嘛 然後到她的工作室的時候 大家都對我必恭必敬 就說Chris 你要喝什麼 你要不要喝咖啡 然後大家都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完全不知道 姑姑是這麼厲害的人 她可能是那種 穿著波拉達的惡魔 裡面的那個竹子 就衣夫人的那種 對 是 難以為你那麼喜歡去找她 對 所以她有很多的服裝啊 還有什麼名牌包 甚至一些皮草 然後都會分享給我哥哥的老婆們 或者是我的另外一半這樣 所以這也是 這個也是 姑姑留下來 但是我有眼不是泰山 怎麼說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對珠寶 真的是滿外行的 對 然後姑姑因為又是服裝設計師 所以她有很多的 配件 親配件 就是那種什麼ZARA 像女孩子都會買的 是 然後這些東西呢 其實就是在她的抽屜裡面 就一大堆 很多很多 是在她過世之前 過世之後 我飛過去處理的時候 是 然後當時剛好我的好朋友 王雨潔 她跟她的家人也在那邊旅遊 對 然後我真的不曉得怎麼處理這些 因為我想說有一些配件也不要浪費 就是女生會帶 如果她們不在意的話 是 然後我就拿給她們了 逍遙阿姨也在 然後她們就 對 她們就挑了 挑了一些 就說 這些很好 就突然之間 王雨潔就打給我說 不行 不行 Chris 你有一些東西要拿回去 為什麼 因為她說 蕭瑤阿姨覺得這些 是非常貴重的 她媽媽看懂 懂東西 覺得這個很貴重 我們不可以亂收了 對 雖然蕭瑤阿姨 平常傻傻的 但是看這個眼睛很亮的 是 所以她挑出這兩件 一定得還你 對 還有一些 我今天帶這一些過來 對 然後我也不曉得 她的價值是什麼 會不會像蕭瑤阿姨說的 這麼厲害呢 是 你看這一串 南洋豬 它雖然是灰豬 所謂灰豬就是說 它顏色並不是那麼黑 豬的話 要嘛就白 要嘛就黑 它灰的話就差一點 那這個豬呢 當然我們說豬越大越值錢 這個大概十七mm到十五mm左右 那這一串豬子呢 它應該是一個 非常適合公共場合使用的 價值也是非常高 那像這一類的東西 應該都是一種貴婦在用的 所以你的姑姑我覺得 她應該是時裝 時裝界的 很頂之間的 名媛啦 設計師啦 像這種 尤其在紐約或者是在巴黎 服裝設計師的地位非常高 對 像你這個設計 你要找到這麼圓的豬 然後要長到大小一樣 讓它串起來 這其實有難度的 有難度的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豬大概多少錢 到底是姑姑的道具 拿來配衣服而已 還是是真的很厲害 先看這一件 請見價 好厲害耶 這個佳哥 是 這個豬 是非常好耶 這豬夠大 如果它如果再亮一點的話 或再黑一點的話 這個都是五十萬起跳 我要感謝尹潔跟蕭瑤阿姨 所以蕭瑤阿姨好厲害喔 對 它有鑑定能力 製作這個不簡單 你反而回去 對 好善良喔 他們 我戴著這一串黑豬的照片 就是說 因為它時裝發表會的時候 可能會配在這一串 然後可能會有記者 catch下來那個畫面 找出來 OK 好 因為既然 咕咕它是在紐約這邊的一個 時尚界的 對 一個靈魂人物 那我告訴你 你有那張照片的話 這一串 如果你在譬如說 紐約這邊的一些小拍公司 它拍的時候 價格會特別好 因為黑珍珠它其實是大西地的 那我剛剛看了 它是沒有優化的 那上面有很多瑕疵啦 是沒有錯 但是天然的 可是你如果越大顆的珍珠 其實它要正黑色 是比較難的 因為它的那個 那個曲面 反射的顏色 它會擴散 所以這一串的話 你可以找 咕咕的那個相片 看有沒有 對 那個價格會往上走 真的很美耶 你看看 對